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82集 报酬不隔夜 待房门关闭后 许清安缓缓地说道 既然主场的优势被压缩 与其明日等待敌人集结 不如主动出击 分而化之 他迎着众人的目光 沉声说道 杀过去 黄昏后 杀过去 白莲道姑没有想到 他会说出这样的胡话 脱口而出 不行的 我们要守护莲子 怎么能杀到镇子去 再说 镇子如今高手如云 你们如果没有阵法的加持 根本不可能战胜他们 舍弃主场优势 杀入敌营 这是在自寻死路 那家伙故意把动静闹得这么大 并折辱凌云 不就是想引我过去吗 他肯定知道我的底细 了解我的脾气 不管是当初刀斩上级 还是云州时的独党叛军 乃至后来的斩杀国公 都足以说明许七安是一个冲动暴躁的武夫 那个家伙白日里的所作所为 要么是性格本就如此 要么是想引他自投罗王 李妙真醋眉 那你还去 我说要杀过去 但我没说要在镇子里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渊枕一愣 许七安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分析 明日镇子上集结的势力会大举进攻 我们要承受所有压力 武林盟的高手 地宗的高手 怀王的密探 以及新出现的那个小杂种 正因为这样 即使有阵法加持 我们也未必能胜 但是 如果提前分割敌人呢 一刻钟后 许七安离开了院子 看见天地会的弟子们没有散去 集结在院子外 秋柴一红着眼圈 往前走了几步 少女脸上带着期盼 徐公子 你 你会为凌云报仇的 对吧 许七安无声汗手 众弟子坐一行礼 小镇 某处民居 荣荣姑娘坐在院子的小木扎上 拖着塞 望着天空发呆 你在担心什么 柔媚动听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荣荣连忙从小木扎蹦起低着头 楼主 萧月奴微微汗手 秋水明眸在荣荣身上转了一圈 回来后你便四处打听那位公子的身份 瞧上人家了 荣荣一愣 苦笑摇头 看来 是瞧上他了 不 不是 荣荣刚要解释 萧月奴一句话便让他哑口无言 我说的是许七安 荣荣细弱闻吟 也不是了 弟子只是敬佩他 仰慕他 才为他担心 仰慕是不分男女的 比如和他关系极好的墨哥柳公子 也非常的仰慕许音罗 那位白袍公子哥 来历神秘 身边的两个护从实力极其强大 即使在剑州 也属于顶尖行列 他自身实力没有展露出来 但也绝不弱 我能感觉出来 很多人都被那些法器诱惑了 明日许音罗恐怕危险了 惹伤这么强大又财大气粗的敌人 危险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 许音罗实力同样不弱 又有金刚神功护身 虽然不是那两个护从的对手 但逃命是没有问题的 小月奴宽慰道 在心里暗暗的响 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黄昏后 小镇的客栈 白袍玉带的囚签 副手站在窗边 两名巨汉坐在桌边 一个沉默不语 一个沉声劝解 少主 你这样会大乱计划的 这样做是不被允许的 秋千皱了皱眉头 有些不悦 哼 我的处境 你应该清楚 什么都不做 只会让我更加艰难 可是若能擒拿许七安 把他带回去 一切的威胁和寄觅将烟消云散 再无人能撼动我的位置 一个拥有大气韵的人 总会逢雄化吉 即使是内卫 也只能顺其自然 否则他早就死了 还需要您出手吗 气韵并不是万能的 不然谁还修行 都争夺气韵算了 他扭头看了一眼西边的落日 嘖了一声 看来是小去的了 竟然没有上钩 也有可能是身边的同伴拦住了 正说着 客房的门敲响 继而被推开 秋千皱着眉头回身 看见一个俊美无仇的年轻人 站在门外后腰别着一把佩刀 冰冷的目光扫过三人 看着这个显然是易容了的家伙 秋千脸上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许七安 是我 许七安点头 给予肯定的答复 你果然来了 秋千露出计划得逞的笑容 我分析过你的性格 冲动强势 眼里揉不得沙子 我在镇上公然挑衅 杀的那个地宗弟子 以你的性格 绝对不会忍 我猜到了 许七安点头 再次给予肯定的答复 那你有没有猜到 地宗的入魔道士 怀王的密探 此时已经把整个客栈包围了 秋千笑容里带着掌控局势的自信 有位前辈告诉过我 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弱点 只要把握住 就能一击致命 几道强横的气息靠拢了过来 逼近客栈 球签脸上笑容更甚 你确实把握住我性格的弱点 始终面无表情的许七安露出冷笑 自作聪明的家伙 话音落下 一道白衣人影突兀地出现在房间 伴随着低沉的吟诵 海盗尽头天作暗 树到绝顶 我为风 他一脚踏下 地面亮起震纹 迅速地覆盖整个客房 下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消失不见 咔嚓声响起 房间内众人消失的瞬间 几道人影便冲了过来 撞破窗户和墙壁 他们分别是两个戴金色面具的黑袍人 三个道袍胸口秀着蓝脸绿脸青脸的中年道士 戴金色面具代号天机的天字号密探 扫了一眼房内 应该是传送 刚才竟然没有发现他的易容 他们一直埋伏在附近 盯着进入客栈的每一个人 以他们的目力 不需要近距离审视 就能看透人皮面具这类伪装 另一位戴金色面具的黑袍人开口声音冷脆 杨千焕也来了 许其安和四天剑的术士 交情向来很好 这并不奇怪 女子密探冷横道 哼 他想分割我们 逐个击破 地宗的青莲道长 漠然冷笑 愚蠢 代号天书的女子密探 扫了他一眼 四品术士的传送距离极限 大概是三十里 不算太远 唯一不确定的是 他把人传送去哪个方向 不能再等了 分头追踪 嗯 术士的传送可以被打断 方才可能是出其不意 以那两位高手的实力 不可能再来第二次 你们别追太远 如果一直没有气急波动 说明方向错了 立刻调转方向 此时客栈外 多股人马杀到 有传羽衣到袍的地宗弟子 有暗中组成联盟的江湖散人 又怀王密探 也有被惊动的武林盟势力 百余人集结在客栈之外 街上弄堂权食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